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冰德 最后台版 从2月23 中间不更新 直接预告3月16 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大更新 中间不惜动用 猜明 除纸 小欧布置 仿佛中年庆般的倒数 还有月光特务 这本来意图想来骗一堆高冷气创作者 结果却被忽略的活动 拿来硬塞在这段空白时间后 结果 出事啊呗 新地图 新副本 新突袭 我也是馒头问号啦 继续在老东西上调味逼玩家吃下去 而后面还有更让我无言的 虽然我本身的集还没有需要用到新地图 但很多前段玩家或者一服的 应该都已经在塔姆里急招报打到烂了吧 还不开放新地图的目的是 甚至还有2000蝴蝶换100发糕吗 花了发 请问橘子 你知道牛年活动大家仓库里面有上千个发糕吗 这款是发糕界的LV 还是 然后每次签到部活动 常常看得到 签不到 时间快到了 就再给你重置一波 让你上信当傻子 花钱买盘子 原本这系列的 你可能疑惑的台版更新 连我都开始疑惑了 那本周我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魔水晶 二支精炼 工会钓鱼场升级 雕像升级 大多内容之前介绍过 各位可以回头参考之前的影片 除了魔水晶 因为没开心副本 只能从原副本中获取 目前可由 柳花 补水 废弃 或者欢迎从商城中取得 所以这次仅针对几项大宏洞做说明 新学期活动 对应为韩版不可2.6 2.7 之间的小活动 总计要花费5天来完成的连续任务 奖项的部分 台版应该没有缩水 这部分我还是提供韩版的资料给各位参考 但任务部分是否微调 还是要每天玩才知道了 Green Day 为挂机打怪的收集活动 对应为韩版不可2.8-2.9 之间的小活动 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活动 这句话在我昨天整理资料的时候 还是这么想 直到我更新上线 想要吸有道具吗? 觉得打怪人太多吗? 怕游戏给人玩吗? 不用怕 我大黑局 直接把需求数量上调 再给你超低的凋落率 让如等之道厉害 各位可以参考图标 后面的差异 是韩版原本的兑换数量 最大差异在服饰的兑换数量 直接提高3倍以上 原本的哥布林旧地图 也直接魔改成巧克力 因为原本这样会影响我大黑局卖商品 让你能轻松兑换免费道具的游玩 这还不影响我大黑局的赚钱体验 托洛切特的祝福 对应为韩版BOOK3.0 后期BOOK3.6更是直接改成常态的24小时 每天完成6下任务后 会自动开启6小时的buffer 官方也有提供相对应的等级 目前应用等级为80-200等 其实原本在韩版的用意 是因为那时候玩家普遍都超过200等 为了加快新玩家的速度 才开启这活动 没让高等玩家有参与感 结果去开放这活动的用意 我也不明白 因为商城有新增一些礼包跟金币商品 各位就在自询翻阅吧 以上就是毫无新意 却由大张旗鼓的宣传后得到的大内容 虽然好像也只是FB官网贴贴几篇废围就是 未来如果可能开放新职业 说不定要召开记者会了呢 因为不确定台版下次大更新 何时会来到 等候下次官方的大预告前 提醒各位记得把该换的道具换一换 不然就辜负黑局这次的恶意了 当然换不到一定是我太废 确实也因为韩版游戏内容真的也不多 但目前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在撒网收线 随时准备停止营运 小编永远像做坏的NPC 只会重复的再回报 黑局永远也只会无限的 请给我课金 游戏好玩就好 换一款或许会更好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的 我们下次见 掰掰 再见 拜拜 字幕我们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